商场就像战场一样 中国有两家水果店在6月初 两家打了一场水果战争 究竟谁胜谁负呢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 短视频时代 每家公司都有机会火上三天 即使是地方性的小店铺 只要营销得当 就有机会成为人人关注的店铺 最近两天 这将嘉兴同乡的两家水果连锁店干上网 打起了价格战 对于很多人来说 奢侈品一般的榴莲价格 直接让他们卖成了白菜价 甚至比白菜价还要低 因为他们后来干脆直接送了 故事的两大主角是丁丁果叶和亨哈果叶 都是同乡当地比较有名的水果连锁店 其中丁丁果叶实力更为雄厚 在当地有29家门店 亨哈果叶则是8家门店 哈尔滨丁丁果叶的券公司 成立于2017年3月22日 法定代表人为丁业 重庆亨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2022年3月17日 法定代表人为梁亭荣 亨哈果叶走的是会员店的模式 刚开业为了吸引人气 榴莲A果的价格是9.9元美金 由于亨哈果叶丁丁果叶的店铺位置比较近 中间紧隔了一条小路 亨哈果叶的这个营销策略 肯定会吸引走大量原本属于自己的客户 于是丁丁果叶将同样品质的榴莲价格 降到了8.8元美金 价格占正式打小 不过这只是开头而已 之后两家水果店又接着降价 到了最后 亨哈果叶把价格直接降到了1.8元美金 丁丁果叶更是寄出了免费送的狠招 说白了两家水果店的老板都做好了亏钱的准备 而且比的就是谁更有货源 虽然亨哈果叶的老板嘴上说不怕价格占 但是在榴莲降到了1.8元美金的时候 还是玩了一点小套路 因为整车的榴莲就放在那里 只是让人们看的 并没有全部拿出来用1.8元的价格来卖 毕竟这一车下去要亏很多钱 再来看隔壁的丁丁果叶 人家就表现出了一副财大气粗的造型 榴莲不仅免费送 而且还准备了三大车来送 丁丁果叶在一个小时内就 送出了2000个以上的榴莲亏损金额数万元 可能有人会问 免费送榴莲是不是有条件啊 比如说先办个会员 充个值 然后才有资格领取这个榴莲的实际上 并不用 没有任何限制条件 唯一的限制条件是美人群能力 如果不限量有多少也不够亏 这个条件也是可以理解的 由于丁丁果叶无论是在气势上 还是诚意上都超过了哼哈果叶 这也导致舆论出现了一边倒 丁丁果叶亏了钱 但是赚足了美誉度 对于这种发生在小区门口的价格战 可以说是吸引了无数的吃瓜群众来关注 因为我们之前看到的烧钱大战 都是互联网公司玩的属于高端局 普通人根本感受不到那种残酷 我们无非就是拿到一张免费券而已 可是这一次真的不一样 它就发生在嘉兴同乡 这个知名度一般的地方 既然它可以发生在这里 就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小区的门口 对于这种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价格战 网友们是怎么看待的呢 有网友表示这两家店不会是同一个老板吧 通过一场价格战 赚足附近人的眼球 还有网友表示 其实这两家店都没有亏 最惨的可能是其他的水果店 这就是传说中的老大跟老二打架 老三没了 也有网友表示 我很讨厌这种店 不仅破坏了营商环境 还没有到我家小区门口开一家 据了解 6月13日 浙江嘉兴同乡市两家水果店恶性竞争 其中一家首先超低价出售榴莲 客源自然是留到了这家 另一家也看不妙 决定破釜沉舟 立即推出榴莲免费送活动 这一下不得了 市民们口口相传 所有人全都跑去了这一家 大家冒雨排长队领榴莲 现场视频中 两家水果店相隔不远 其中一家门口挂了一个牌子上写 榴莲免费送 截止时间到23点 由于下着雨 群众都是打着伞在雨中排队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民警赶来维持秩序 有领到榴莲的群众开玩笑 我使劲掐了一下胳膊 还以为是假的 白送了那么多我都心痛 6月14日送榴莲的这家水果店店主透露 他们昨天送了三车瓣 有六七百箱榴莲 人家搞竞争 你不得也搞嘛 怎么会不花钱呢 哎呀我的天哪 水果店搞竞争 警察都做动了 下雨天啊 人山人海 我们昨天是送了三车瓣 现在六七百箱了 人家搞竞争 你不得也搞吗 是不是 记得关注再走哦